progress 到的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会议了 所以如果之前的第一次会议 也没有来到的话 我想再介绍一下 我们培训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去了解我们的一个 许可证还有PRC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希望 我们能够更加高效 我们的培训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主要是来介绍 EAC的网站 大家可以在那里找到很多的资源 还有我们的政策 同时我们还 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 知情同意书 还有我们如何去填写这个表格 那么大家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作为我们的候选人 应该如何去填写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会议的 一个主要内容 如果大家之前没有来得及参加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去看 录播的一个会议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具体的一些操作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 网站上的图标和一些网站上面的信息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登录网站 在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登录的方式 首先大家要输入邮箱地址 那么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提出一个地址 那么之后呢是输入密码 然后呢点击登录这个按钮 经过一个验证之后 因为可能需要给你的邮箱发一个验证码 验证码呢就会发送到你刚刚填写到的那个邮箱地址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是来自微软的一个验证码 这个邮箱呢发现人呢是微软 它会发来一个验证码 那么你需要把这个验证码进行复制粘贴 或者是说把这个验证码记住 然后直接填在我们的这个框里面 之后呢你就去点验证 那么如果说五分钟的时间之后 你还没有输入这个密码的话 那么就可能需要重新发送一次 那么在这里呢我已经输入了验证码 所以我就点击继续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BRC项目的门户网站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面板 好美根下面交给你 好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面板 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面板在左边的各个功能 之后呢我们就来具体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左边的图标 第一个是一个面板的图标 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第二个图标呢是一个提交的按钮 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信息的提交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第一次作为候选人登录 或者是如果你之前已经输入过信息 也可以从这里去调取 第三个是我们的BR 第四个是我们的BRC的一个支持系统 它将会像给大家一个和我们沟通的平台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 或者有任何的想和我们联系的话 就可以点击这个图标 那么下面一个呢是我们的培训图标 它将会直接通到EEC的官网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获取一些培训的资料 下一个最后一个图标呢 就是我们一些居民和实习的项目 大家可以从我们的BRC管理系统里面 查到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在过去四年当中一直都是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报告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展示了 首先呢想要大家看一下页面的中部 如果你是有很多的参与了很多的项目 那么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下拉菜单 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选择的项目名称 登录进入系统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各个相关的项目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也可以进行选择 在页面的中间呢 我们去给大家展示了一些最为重要的项目 在右边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名单 大家看到这些都是候选人 他们如果目前参与了某一个项目的话 他们需要暂停这种工作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进行操作 点一下右边的查看按钮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提交界面 你可以看到Michelle她的这个鼠标 其实是在右上角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 是不是需要去雇佣他们 或者是说调整他们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如果说你在这里采取操作之后 他们就会进入到你的名单当中 现在我们回到控制面板 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B2C过期的候选人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家去提起注意 所以如果说有任何候选人 现在正在你的项目当中工作 那就需要去将他们的B2C去进行和更新 否则的话 如果他们不再和您的项目合作 那我们就希望您及时的去解除 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 因为我们需要将这个整个的名单 去保持一个及时更新的状态 那么下面的是中间 它其实是在左侧栏当中的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这两个栏 左边呢 首先第一部分 是你需要对申请者所做的操作 在这里就是所有的一些申请者的名单 你去点击 就可以看到你需要采取行动的地方 那么你可以去选择 他们是适合还是不适合 所以你需要去选择他们是不是适合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选择去雇佣 那么你就可以去点击他的这个图标 然后去选择雇佣他们 你可以重新再提交一下 好 现在我们需要你再把它们去除 从这个名单之中 如果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雇佣的状态之中 好 下一边呢 我们有您刚已经存过的名单 那么现在你可以把所有的候选人呢 要可以看到他们的 已经做过选择的 如果在之前呢 你们没有把所有的信息都添进去的话 那么现在可以再点进去 把这个人的候选人的信息呢 再添进去 继续提交 在之前的一二三四之中呢 你可以就添完这个表格 然后进行提交 在右下方呢 有 有一个去除 那么呢 如果你们再不想继续 进行的话呢 那也是可以取消的 下一个呢 是我们 要给你看的是 取消 如果说您 任何候选人 不再需要的话呢 你都可以做一个 转移 也可以 也需要 一个完整的BRC 那么呢 也是您需要再继续 填写这些信息的 这个呢 是跟以前 的一个新的信息 是一样的 需要您 把这些信息添进去 如果之前呢 您没有填中间的名字的话呢 我们现在请求您 把这些信息 添进去 而且呢 我想知道 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候选人呢 会得到一个通知 所以他们也许 已是跟您 有直接联系 可以跟你们说 我没有得到 这个转移成功 那么呢 您可以 重新再给他们 进行一下提交 下一个部分呢 是 这些是 我们的员工 雇用信息 雇用信息 那么这些呢 是 适合的 而且呢 是在 你现在的项目之中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 他们的 位置 有一些呢 是你们已经 雇用的 那么呢 你可以 点击确认 那么呢 这些人名的 名单呢 就会从您的 总页上 去除 现在看到的是呢 这些是 您在项目之中的 有的人的名单 然后呢 需要您进行 下一步 可以去 填写 更多的信息 现在是 从 左边 能看到 可以 有一些是 过期的 需要您 要么呢 就是给它 重新续约 如果是 已经不是在 项目之中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 进行 结束雇用 还有一些呢 是 还在 进行 申请之中的 在这个里边呢 在 你可以 又看到 他们的 任何的 在过程中 在 哪个位置上 有些的呢 是还需要 在 进行 允许的 需要您通过 这些呢 是 您能看到 只有是 那些 适合 学龄的 好 现在 我们 可以 进行 对于 那些 适合 的 候选人 进行 雇佣 这个里边 您能看到的是 现在已经 被续约的了 他们是 还是 您的员工 或者是 他们 已经 离开了 这个岗位 那么 你需要的是 取消 他们的 这个名单 下一个呢 是 PRC 的 程序的 如果 他们现在 目前还是在 为您工作 那么呢 你需要的是 给他们 听进信息 如果 他们已经 离开了 这个岗位 还是需要 您 取消 他们的名单 这个里边的 名单 都是 还需要 您 整个 这个 这个里边 是 有三个 一个呢 是 所有的 员工 有的是 已经 申请了 您的 项目的 这 第二个 中间呢 是 所有的 现在 在您 项目之中的 工作的 员工 第三部分呢 就是 那些 现在 已经 不 没 不再 被您工作 或者说 你决定 不选择 他们的话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下 这个 性请人的 名单 这 性评的 名单 是从 字母 A 到Z 开始的 所以 你也可以 选择 他们的 职位的 你也可以 从选择 是 职位 或者 以他们的 名字的 首字母 现在 你能看到的是 他们的 位置 是 新的 提交 你还能看到 他们的 日期 如果说 有一个 对号呢 就是说 他们的 信息 已经被 提交了 下面 这一行 是 有 指纹 提交 有 不同的 过程 之中的 他们的 申请 到 什么 位置 所以 这个呢 是非常 有用的 然后呢 会告诉 你是否 合适 然后 这个 小眼睛 这块呢 是告诉 你 例如 如果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 整个 整体的 信息 例如说 指纹 邮件 是否 发到 你也可以 看到 他们的 社会 安全号码 下一个呢 是 所有的 员工 这个呢 和之前 看到的呢 大部分 还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看到的是 指纹呢 是要重新 提取的 然后 有一个 日期 你们可以 看得到的 例如说 在提取 120天之内的 那么 会有一个 红色的 这个标志 那么 如果说 像 Carol 这一位 候选人 他的 是 已经都 通过了 背景检查的话 那么 还是 就是 对号的 那么 跟进 这个 员工呢 那 你需要 看到 他 是不是 已经有 安排 去提取 指纹 例如说 他们已经 安排了 那么 就不需要 担心 例如说 如果说 他们 有 一个 星期 要去 提交 指纹 那你可以 去跟他们 跟进一下 确认他们 是否有 去提交 第三个 是 不是 现在 在活动 区域 就是 他们 已经 不再 为您 工作 下面 我看到 例如说 我们 有一个 在 2024年 8月 6号 这一位 你们 可以看到 他 你在 这个里边 选择 可以 重新 提交 假如说 他在 过去的 六个月 之中 他们 是 有活动 的 那么 你可以 直接 激活 他 如果 是 超过了 180天 那么 我们 建议 你直接 再 跟他 联系 因为 也许 这个人员 是在 另外一个 计划 之中 所以 你也可以 再 进行 提交 我想 给你们 展示一下 搜索 首先 如果 你要 想 做个 搜索 的话 那么 你可以 搜索 这个 人名 然后 就会 出 出现 这个 人名 你搜索 的 也许 他 就是 在 不激活 的 名单 之中 另外 一个 搜索 的方法 可以是 同名 的 如果你 想搜索 一个 人名 假如说 你没有找得到 你可以 把 选择 的是 所有 员工 人民 所以 你可以通过 他的 BCID 来看 或者 可以打开 他的 记录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 确认 他的出生日期 和其他的相关信息 所以我们搜索的时候 可以通过 姓名 去搜索 比如说 有的时候 他的名字是 Josephine 但是我们可能会叫他 Josie 那所以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搜不到 也是 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来搜一下 Joe 这个名字 我们搜 Joe Lewis 输入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 现在我们选择 所有员工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是出现了的 因为 Joe 是Josephine 的 减两个字母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搜到 另外一个搜索方式 就是 如果你知道 这个候选人的 BRCID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 这个号码来搜索 我刚刚是把 刚刚的那个号码 直接粘过来了 这个BRCID 一般是在 候选人的右上角 它其实就相当于 是一个每个人 专有的这样的一个号码 每一个人的 门户网站上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 点击搜索 然后找到了 拥有 这个BRCID 号码的 候选人 还有一个搜索的方式 如果说 你找这个候选人 找不到的话 还可以通过 出生日期来搜索 我刚刚输的是 1月1号 那么看到 没有员工的生日 是1月1号 那也可以去 将 试图将这个候选人 把它激活 也许就能找到更多的人 那么最后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大家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搜索 那就是 可以用邮箱地址 大家知道 我是 DK 居民分支的 一个 管理者 那么 所以 我在这里是 注册了的 有我的信息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 我自己的邮箱地址 来找到我的信息 哦 我在这里是 不在 没有被激活的名单 所以我要选择 所有员工的这个名单里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在所有员工 这样的一个 清单里面 这里面是有我的信息的 下面呢 我们来打开一下 我的个人信息 如果说 我想要修改 我的邮箱地址 那么 我可以在这里修改 我要先点击 编辑的这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修改 邮箱地址 比如说 我把它改成 Creamer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一个修改了 下面呢 我点击保存修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邮箱地址 马上就改过来了 可能 你会 发现 我 如果说搬家了 那么我不 住在原来的地址上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 这个Andover 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角 它的 住址 和你的 寄信地址 是一样的 现在我是选择 一样的 那如果说 你的这个 寄信的地址 收信的地址 和你的住址 不一样的话 那这个地方 你就要去 不选中 这个框 同时 你可以看到 我的修改 就是马上生效的 我们在 这样的一个 屏幕的时候 大家可以 向下滚动 我们看到 我们从系统 发给候选人的 所有的文件 都是在这里的 你也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 我们发的是一个 信息 是一封介绍的信息 那么第二封信 就是我们的一个 终止合同的信息 你点击这里 可以打开 PDF的文件 在这里呢 都是有记录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去 添加更多的文件 就像我们在 第一节 培训课里面 介绍的那样 但是如果你 将自己的 个人信息 更新以后 你也可以去 增加更多的信息 这些 发给候选人的文件 都会永久地 保存在系统当中 下面呢 我们回到顶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在右上角 搜索框当中 点一下这个X 然后再点一下 搜索按钮 那这个时候就会 显示所有 候选人的信息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 展示的是一个 筛选的过程 筛选的这个按钮 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搜索 一些具体的信息 也许是你的一些分支 也许是一个具体的项目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展示的是这一点 比如说 我想要去寻找 那些在某一个特定的项目当中 为我工作的所有员工 比如说我选择第三个项目 因为EEC的这个许可团队 他可能会在近期做一个审计 所以我现在需要确保这些员工 他的信息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筛选 就可以找到在项目三当中 我雇用的所有的员工 同时这还有下载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下载一个CSV的文件 那么在这里 我可以看到我下载下来的这个文件 你在你的电脑上 就可以从相应的文件夹里打开这个文件 在这里我们打开看到之后呢 它是一个Excel的文件 在这里也要向大家提醒几个地方 这个Excel文件是已经下载在你电脑上的 所以它其实是独立于我们的BRC项目 文户网站和我们的EEC的网址的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 没有再使用BRC文户网站 你离开这个网站15分钟之后 你就会自动的这个登出 那如果你要再回到网站呢 就需要再次登录 这是我们的一个安全措施 所以即使你暂时的离开我们的文户网站 那么在15分钟之内还是可以回来的 所以你要确保 当你把这些信息网站打开的时候呢 你还是在电脑附近的 因为它是会保持15分钟 对于这个Excel表格呢 你是可以自由的编辑 比如说你可以去删除某一个 某一栏 或者是按你自己的方式去进行保存 或者是说保存到任何地方 也可以选择不保存 那么这个就完全由你来决定了 对于每一个表单的栏 那都是可以去进行操作的 当然有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在使用 这个BRC的门户网站 但是可能是由你的HR团队来操作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 跟他们分享你的这个员工的名单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我们的所有员工的这一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是Jody 我们还是来看Denis吧 Denis Smith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他的这个页面 他现在是我们的员工 并且他工作的是我们的DK住宅第三个项目 但是在周六他可能需要去临时介绍到第二个项目 所以我就需要在这里点击2 然后选择点击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Denis他在项目2和项目3都被列为员工 那一个月之后呢 可能Denis他结束了项目2或者项目3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插去 把它从相关的项目里面移除 那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上的信息也是及时的更新了 这就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功能 下面呢我们就回到把话筒交还给Maggie 好非常感谢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项目面板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介绍 可以让大家的数据管理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就可以通过电话来联系我们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617-988-7841 我们希望在不久之后的第三次培训当中再次和大家见面 谢谢